圣经是亚伯拉罕诸教 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等宗教的信徒们的宗教经典 由旧约与新约组成 但更不可思议的是 其里面竟然暗藏着人类命运的秘密 也就是神奇的圣经密码 在50年代 住在捷克的犹太教士魏斯曼德发现了这隐藏的秘密 他在旧约摩西武书、创世纪、出埃及纪、立位纪、民数纪及生命纪的开端 每个50个字母进行了跳读 发现可以得到同一个单词 Torah 它的意思是摩西武书 这是最早的圣经密码的来源 圣经密码原理其实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上 用等据字母序列程式来解码 方法上是首先将圣经里的标点符号去掉 因为据传说 摩西从上帝手中接受的圣经是字字相连无一中段的 那么接下来从某个字母开始 以固定跳跃方式敲选一个字母 然后把挑选到的字母排列就能拼出字来 这就是神奇的圣经密码 例如在圣经的这段话中 每个四个字母挑选出一个字母 得出以下言谈讯息 Read the code 找到关键词后 接着在关键字附近寻找相关讯息 1980年 以色列物理学家杜伦·韦茨特 和数学家埃利亚胡·普瑞斯利 以精密的数学运算模式 用电脑对圣经进行了研究 他们先从以色列伟人百科全书 找出32位有名的拉比 记下他们的名字及其生族日期 研究发现 这32位拉比名字和生族日期 竟然全部都包含在圣经创世纪中 后来他们继续研究 发现了更多惊人的秘密 根据这一众大发现 两位科学家写成了 创世纪等具字母序列解码一文 经过多名数学家验证后 证实圣经密码为巧合的可能性 只有五万兆分之一 并在1994年时 将其发表在权威的科学杂志上 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轰动 美国记者德罗斯宁对他们进行采访时 为高深的圣经密码深深的吸引 在两位科学家的理论基础上 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994年 他从圣经中破译出 以色列总统拉宾将会遇刺的信息 他写信给拉宾 告诉他这个秘密 可是拉宾没有理会他 而后在1995年11月4日 拉宾就真的死于刺客之下 拉宾遇刺事件更坚定了 德罗斯宁对圣经密码的信心 于是他开始整理资料 于1997年出版了圣经密码一书 他在书中声称自己 找到了破译圣经密码的方法 并发现了许多历史大事 都早已写在圣经密码中 包括希特勒统治欧路 戴安娜王妃出车祸之死 似乎也早有预言 以下是罗德斯宁已破译的 圣经密码的预言 1.圣经的生命纪预言 1929年经济崩溃 股票大跌大萧条 2.壮世纪预言 希特勒纳粹大屠杀 3.诸埃及纪预言 肯尼迪遇害 4.民数纪预言 爱迪生发明电灯 5.爱因斯坦是科学界 一位聪明绝顶的人 6.贝多芬·巴赫德国作曲家 7.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 8.莫扎特音乐作曲家 9.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10.萨达姆·侯赛因与飞毛腿 11.奥姆真理教造成在意毒气 12.中国大使馆被炸 13.台湾台北地震5760 公元1999年等等 这样看来圣经简直就是一部预言签书 而且这些预言都已经成为事实 这不得不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人类的历史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的 是谁安排的呢 这个问题牛顿已经做了很好的解答 众所周知 牛顿是一个伟大天才科学家 因有一次被苹果砸到头 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和三大运动定律等等 许多对人类影响极大的学问 有一次 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来找牛顿 他在牛顿那里发现一个精致的太阳系模型 而且只要一拉曲柄 各星球立即按照自己的轨道和斜的转动 非常的美妙 哈雷惊叹不已 立刻问这是谁造的 牛顿回答说 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 只不过是偶然间就自然形成了的模型 哈雷说 无论如何必定有人造它 并且是为天才 这时牛顿拍着哈雷肩膀说 这个模型虽然精巧 但比起真正太阳系 实在算不上什么 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造它 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 岂不是应该有全能的神 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吗 这个不相信有创世祖的哈雷突然有所起悟 终于相信神的存在 人们都以为牛顿一生致力于研究科学 可是最后惊讶发现 牛顿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神学 当研究人员在整理牛顿生前留下的珍贵文献时 发现其所发表的数学 物理著作只占全部著作的16% 而剩下的80% 则是超过140万字的神学相关著作 也就是说 牛顿用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圣经密码 而科学只是研究神学过程中的副产品 这让人们惊讶不已 有人认为 牛顿其实已经破译出了圣经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 但这些成果最后都不知所终 只有少部分还残留在西伯来民族文化博物馆中 在数千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 研究人员发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在费尽心思地用复杂的公式去破译圣经密码 竟是为了计算出世界末日的时间 根据陈列在博物馆的手稿显示 牛顿不仅已经演算出了世界末日是在21世纪 还预测到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会有瘟疫和战争 而且在灾难降临的同时 会降临一位圣人拯救苍生 但是世界并非从此毁灭 而是重启并展开新的神圣时代 最终他预言 末后之时会再有圣者降临地球 他自己亦有可能成为新的圣徒 牛顿的研究就到此为止 有趣的是 有人发现圣经密码中的gravity 万有引力 被发现出现在Newton 以牛顿的名字旁边 则神奇地显现了Bible Card Newton 圣经密码牛顿 这是不是意味着牛顿对圣经的研究 早就被圣经密码计算在内了 其实圣经中并没有对哪个年份做出过具体的预言 不过圣经却有很多对末日前会发生大灾难 以及救世祖会降临的预言 而这些预言却很多应验在2020年 所以会说圣经预言了2020年 圣经对末日的前兆预言了 其中包括 1. 夹基督出现 2. 战争和暴力出现 3. 地震 饥荒和瘟疫 4. 信徒爱心冷淡 而这些证兆 在2020年所发生的大瘟疫 异想和灾难似乎已经应验了以上圣经的预言 还有圣经也预言 当救世祖降临的时候 会有一些预兆显示 比如以色列复国 许多信徒都知道 无花果树发嫩掌业就是指以色列复国 等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就是救世祖会以人子的身份出现 而以色列在1948年5月就复国了 而这些圣经预言已经完全应验 现在已是末世的末了时期 各种灾难频繁发生 圣经预言中的末世重大事件 以及神再来的预言都已出现 很显然 其实神已经来了 并已肉身显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不仅如此 在东方的佛经也记载了 未来弥勒佛 转轮上网将下世的另一重大信号 佛经记载 幽坛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 乃天花 为世间所无 若如来下生 尖伦王出现世间 以大福德利故 感得此花出现 有一次 莲花色对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 您说将来有转人圣王要下世传法 那别的地方的人不知道怎么办 释迦牟尼佛说 到时候有一种花叫幽坛婆罗花大范围的开放 就预示着圣王的到来 也就是说当三千年开花一次的幽坛婆罗花出现的时候 就是转轮圣王已经来到人间正发 如今这个圣花已经在世界各地开花了 另外 诸葛亮马前课在第十二课和第十三课明确预言了 当人类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大灾难时 圣人将出世 他拯救了世界 从此天下太平 而中国东土 中华文化也将因此兴盛开来 所以 这些种种征兆 是不是意味着圣王救世祖早已在人中了 那么随时圣王 中国民间保留有一个弥勒的造型 一尊笑哈哈的佛像 在身体周围有十八个小孩子 玩耍 各具形态 称为十八子弥勒 而十八子合成一个礼字 即欲 弥勒佛要在末节时下世传法度人 凡身信礼 这个传说伴随着弥勒佛的形象 一直流传至今 韩国格安一路预言 何为圣人 穆子姓氏 李 祖兔 四月出生在三八级 南北朝鲜分界线 以北 三神三下 即长白山公主岭 此圣人是千上王中之王 即法伦圣王 此次下凡人间称弥勒佛 佛家预言三千年一开的忧谈花 意味着转伦圣王出世 道家预言 紫微圣人将在2033年之前出现 圣经预言在以色列复国 1948年后的那一代人 将会看到弥赛亚 最近有研究发现 佛 道 神 三家 预言中所提到的未来就是大圣人 也就是转伦圣王 弥勒 紫微圣人 弥赛亚都是同一个人 圣经 佛经 牛顿的圣经密码 以及种种语言的显现 是否都是在告诉我们 新的圣者 圣徒 与末后的新天 新地 新纪元 都已近在眼前了呢 好了 影片就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可以分享出去 并订阅我们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影片更新的通知 谢谢啦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